第1115章 腹中有物 上 赤铜的颜色和黄金相差无几 所以在隋唐甚至明清时期 很多人都把铜佛称之为金佛 或者是在铜佛表面留金 对外宣称就是金佛了 加上在古代的时候铜就是钱 尤其是社会不稳定的战乱时期 各地军阀更是私自化同铸贤 所以那时候有不少著名的寺庙遭结 原因就是他们藏有金佛 其实就是铜佛 人哥 你说这几尊佛像不会是铜铸的吧 那要是放在古代 足可以称得上是一大笔宝藏了 庄瑞在一尊大佛上瞧了瞧 入耳却是发出扑扑的声音 不由笑了起来 说道 嗨 是几尊尼菩萨 看来这古寺混得不怎么好呀 庄瑞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的武唐随代佛教史 对那会寺庙的附属印象颇深 在那个皇帝信奉佛教的时代 像这种规模建制的大佛寺 很多都是富可敌国的 任波氏文言笑骂道 你小子啊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 铜钱还在使用呢 这要是铜佛 酷季早就被化了铸钱了 再说 这七八米高的大佛 要用多少通呢 这么大的佛像 里面应该是空的吧 哎 我说中川先生 您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 庄瑞伸手拍着面前的佛像 目光却是一直在观察着中川 而中川自从庄瑞和任波氏 在那聊起天之后 就再也没有参理拜佛 而是拉着严翻译 在打听着两人的对话 脸色难看 不会呀 可能是白天赶露泪了吧 我可不像你们这些小伙子 这么年轻 不早了 你们难道不要睡觉吗 中川通过严小伟 将他的话翻译了过来 对庄瑞的说法是极口否认 并且还打了一个哈欠 瞻起身准备搭帐篷了 哼哼 既然中川先生累了 那您就先休息吧 庄瑞伸言笑了笑 等到严小伟把话翻译过去之后 接着说道 人哥 你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 连成绝没有 连成绝 很早以前好像看过 情节都忘得差不多了 好像是那个叫迪什麽云的主角 被无险入狱 然后学的神功 报仇血恨的事情吧 任博士被庄瑞问得一脑来江湖 不过像他们这么大的人 基本上都读过金大侠的武侠小说 对那书倒是有些印象 当下反问道 你问这个干嘛 那书里可是没有什么和考古相关的事情呀 一旁的中川对中瑞两人的对话 显得有些紧张 虽然在搭着帐篷 仍然拉着严小伟 让他把两人的对话说给自己听 只是在听到中瑞的问题之后 中川也是一脸的茫然 虽然金庸的书出过日文版本 但是显然中川先生没有拜读过 庄瑞对任春强的反应很不满意 一拍大腿说道 嗨 我说师兄呀 那书是没考古的情节 但是有宝藏的故事呀 宝藏 什么宝藏 那书里有宝藏 不是主角把敌人都杀光了吗 任春强一脸迷糊 他看连成爵那本书的时候 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 这都过了快二十年了 早就将情节忘得七七八八了 在任博士的记忆里 无瑕小说部都是最初主人公受欺负 最后学得神公天下无敌了吗 不管金庸古龙还是梁宇生 貌似都是这种套路吧 嘿嘿 我的人格呀 这宝藏就是连成爵的主线呢 你不会连这个都没记住吧 庄睿美好气的说道 哪有这样看书的 任博士理直气壮的说道 呃 庄睿 我那会儿还在读高中呢 学业那么近 看金庸小说 只是怕被别人说落伍而已 哪还记得住那么多呢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大陆播放了由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后 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要是谁没看过 一准会被同学鄙视的 好吧 那我告诉你 书的结尾处 就是说一处宝藏 被藏在了佛像的肚子里 片写 那尊佛像也是由黄金铸造的 最后引得众人分享 庄睿说到这里的时候 顿了一下 眼神描向了 正在催促言小伟给他翻译的中川 果然 在听到佛像肚子的时候 中川的脸色大变 不可置信的看着庄睿 庄睿 你不会是想说 在这几尊佛像肚子里 也放着西式珍宝吧 任博士哈哈他笑了起来 这武侠小说都能被你当真了 我看 你干脆也别干考古了 就去写小说算了 最近网上流传什么 玄幻灵异的 我看你就成 庄睿对任博士笑话自己的话 完全不以为意 也笑着说道 嘿嘿 师兄 这科学需要创新 创新就需要大胆的想象 在数百年前 古人们都敢想象 有朝一日可以飞到月球上去 我猜这几尊佛像肚子里有祸 也没什么吧 任博士听到庄睿的话后 脸色终于变得严肃了起来 战气神围着三尊高大的佛像走位去 不时的从上面摆下了一点 即将脱落的泥块打亮了起来 从泥块上任博士可以看出 这三尊佛像应该都是清中末建造起来的 虽然不如敦煌时刻的年代造 三尊归也是百年以上的老物件了 如果听从庄睿的话 贸然将其损毁 那也算是对文物的破坏了 庄睿 你不会说真的吧 咱们这考古和科学幻想 可是不一样的 必须要有确凿的实证 这几尊佛像虽然是泥塑的 而且彩塑也掉得差不多了 不过 整体的结构完好 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 咱们没必要搞破坏吧 在任博士看来 如果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区的话 这几尊大佛 无疑就是吸引游客眼球的地方 要是被他们给损毁掉 未免过于可惜了 咱们不破坏 未必别人也不会破坏呀 庄睿大有深意的笑了笑 看了一眼面色苍白的中春 接着说道 这样吧 任哥 这泥塑应该是里面用竹面搭建的结构 里面是空心的 咱们从后面掏出一个洞来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就再填回去好了 不 不行 你 你们这是在犯罪 这么珍贵的佛下 我不允许你破坏他 任博士尚未答话 一旁面色糊红糊白的中春 就跳了出来 语速快的 就连严小伟 都没能全部翻译过来 庄睿冷笑了一声 伸手推开了中春 说道 不让我们破坏他 中春先生 你敢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发誓 自己也不会破坏这几尊佛像吗 诶 庄睿 怎么回事 任博士等人此时也看出了不对来 这事情完全搞反了呀 原本应该是保护文物的庄睿 现在执意要破坏佛像 而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中春 则是变成了坚定的文物保护者 这事情透着邪性呀 没怎么回事呀 我就是觉得 这座古刹穷的叮当侠 想在这佛祥肚子里 找点宝贝出来 这好像不关中春先生的事情吧 庄睿两手一谈 紧接着说道 中春先生在日本 应该是一位企业家 而不是文物保护工作者 你管的未免太宽了吧 中春听到严小伟翻译过来的话后 虽然憋得老脸通红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脸上的不甘心的神情 却是异于言表 任哥 你没感觉这小日本 有点不大对劲吗 庄睿见到中春闭口不言了 转脸看向任博士 这个中春在吞噬了他父亲的流沙处 也不过就是磕了几个响头 但是 见到这三尊佛下 可是比见了亲爹还亲呢 庄睿本来对中春参里拜佛的举动 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但是 刚才中春阻止他们进入大雄宝殿搭政坡 却是让庄睿起了疑心 原本就怀疑中春前来大漠 没按什么好心 只是庄睿插遍了整座古叉 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浓厚的灵气所在 原本已经消除了对中春的戒心 但是对方这番不合情理的举动 让庄睿大脑蒙得一亮 用灵气感受了一下 大雄宝殿内的这三尊佛像之后 庄睿差点甩了自个儿一耳光 要知道 庄睿最先进入的 就是这座殿宇 但是 唯一遗漏的 同样还是这座大雄宝殿 正应了灯下黑那句话 正如庄睿现在所说的那样 三尊佛像内 全部都是空心的 并且 里面堆满了各种 纸质的古迹善本 浓郁的灵气滋润着庄睿的双眼 让他刚才舒服的 差点伸了个懒腰 不过庄睿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那就是 中春为何知道 这三尊佛像内会有文物存在 这些文物 又究竟是什么事情的物件 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那就必须要打开佛像才能知道 庄睿 你是说这日本人早就知道佛像里面有东西 任博士也不傻 经过庄睿这么一提醒 马上反应了过来 再看向中川的眼神 就变得有些不善了 任哥 有没有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小日本如此关注 肯定有什么猫腻 中瑞没把话说满 要不然 他也无法解释 自己是如何知道 佛像内藏物这件事情的 六章 腹中有物 中 好 那就打破一个佛像看看 这事由我做主了 回去我写报告 虽然此次野外科考是由庄睿代队的 但是任博士在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大 又有着极为丰富的野外考古经验 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是由任春强下的决定 而作为庄睿的师兄 任博士能说出这番话来 也算是很有担当了 要知道 这些佛像都算得上是文物了 如果将其破坏之后 又没有发现的话 是很难向地方文物考古部门交代的 任哥 行 就按你说的吧 庄睿笑了笑 他能感受师兄对他的关照 而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 由于自身的原因 导致文物被损坏的话 那将会在自己的简历上 留下一个很难洗刷的污点 你小子倒是不客气啊 任博士笑谩了庄睿一句 不过也没在意 作为师兄 当然要关照小师弟了 这也是出发的时候导师的叮嘱 只是任春强并不知道 庄睿其实是送给他一个天大的功劳 这些佛像腹内的文物面世之后 作为第一个发现者 无论是在业内的声望 还是在学校内的支撑评定 都会给任春强带来 难以想象的好处的 你们不能这么做 这是对医术品和佛祖的亵渎 在听到严小伟的翻译之后 中川还是忍不住了 站起身 伸出双手 挡住了任博士的去路 脸上满是坚定的神仙 其实中川也知道 他是无法阻止庄睿等人 拆除佛像的举动的 但是 想想自己辛辛苦苦的来到大漠 并且找到了一个世纪前 王道士藏地的文物 确实要被庄睿等人捡了便宜 这中川的心理就在滴血呀 只是中川也不想想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归中国所有 他的行径才是正儿八经的强盗行为 当然 腰包里装着那张藏宝图影印本的中川 是不会这么想的 诶 这小日本怎么学起老美来了 想当国际警察呢 任博士被中川的举动给逗乐了 这一大店里的都是自己人 这家伙单枪匹马的出来阻止自己 还是需要几分勇气的 庄睿密封着眼睛盯着中川丑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任哥 今天就算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再说吧 诶 刚才你还火急火燎的 这又不急了 任博士惊愕地看着庄睿 白了白手说道 随便你 明儿就明儿 反正这几尊佛像没张腿 想跑也跑不掉的 睡吧 中川先生 您也可以去休息了 庄睿笑着对中川打了个招呼 翻身搭起自己的帐篷来 等帐篷搭好之后 庄睿对着彭飞使了个眼色 两人悄悄地走了出去 庄睿 什么事 彭飞不解地看向庄睿 有事不能在大殿里面说吗 干嘛要跑到院子里来 这大漠里的风吹过来 都带着傻子 说会儿话就要去漱口的 我总觉得中川那小子不对劲 尤其是他看向佛像的眼光 就他妈的 像是看没穿衣服的女人一样 这小子心里有鬼 经过刚才的争执 庄睿几乎可以断定 中川一定知道佛像中 是另有乾坤的 不过庄睿可不相信 中川也有自己这双眼睛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在中川的手里 应该是有什么笔记 或者地图之类的物件 庄睿 他心里肯定有鬼 我都能看得出来 这事儿好办 回头我对他用点手段 保证能让他 把自个儿一阴日本王妃的事情 都给说出来 彭飞听到中日的话后 眼睛一亮 这一路跟着考古队东奔西跑 奈何彭飞队考古一点都不懂 让他感觉到很没有存在感 现在有让自己出手的机会 彭飞顿时兴奋了起来 滚一边去 想什么呢 想到国际纠纷了 庄睿美好气的瞪了彭飞一眼 这小子做事这么莽撞 当年是怎么从枪林大雨中活过来的呀 嘿嘿 庄哥 您这是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呀 彭飞文言笑了起来 怕什么呀 咱们回去的时候 不是还要经过流沙区域吗 把那老小子往里面一扔 包准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出意思来 对彭飞这种在和平年代经历过战火的人而言 除了中国人之外 这些什么日版鬼子越南鬼子 在彭飞眼里和猪啊狗啊的没什么区别 诶 这倒也是 庄睿听得有些心动 而战时期 日本可是从中国大肆地掠夺了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 这国内玩古董的 就没几个对日本有好感的 庄睿当然也不例外了 只是在心中思量了一番之后 庄睿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不成 你当这些人都是瞎子呀 庄睿通过严小伟了解过中川的身份 知道他在日本也是一位著名的商业领袖 这要真是走漏出什么风声 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彭飞有点不耐烦了 嗨 庄睿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喊我出来干嘛 我可不会催眠术 能让小日本自个儿把事情给倒出来 在彭飞看来 等到半夜人都睡熟了以后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中川打晕掉 然后带到后面僻静的地方问出话来 拧断脖子 直接塞到庄睿刚才说的设立塔里面 让他成福不就起火了吗 连扔到流沙里的功夫都省了 行了 别扯淡了 静说些不靠谱的话 庄睿开口打断了彭飞的话 想了一下之后 说道 我估摸着中川独自一人赶来这大漠 一定是有什么依据的 回头等他睡着了 你看看在他身上 或者在包裹里面 有没有一些笔记 或者地图之类的物件 靠 庄睿 您这是让我去做贼呀 彭飞一听庄睿喊自个儿出来 感情是打着这个主意 顿时没好气地嚷嚷了起来 庄睿眼睛一瞪 说道 吵什么呀 要不 我自己来 见到庄睿动真格的了 彭飞缩了缩脑袋 兴兴地说道 得 您老人家身体贵重 这事还是我来吧 要说现在这世上 还有谁能管得了彭飞 那除了他老婆妹子之外 也就是庄睿了 自从拜了欧阳婉当干娘之后 彭飞是把庄睿当成亲大哥来看待的 现在兄长有事 自然是要小弟来代劳的 见到庄睿等人 并没有要强行拆除佛像 中船那颗紧绷的心放松了一些 不过回到帐篷里之后 还是竖起耳朵 听着外面的动静 生怕庄睿会对那几尊 价值连称的佛像 采取什么行动来 只是今天为了绕过流沙区域 大部分的路程 都是下了骆驼行走的 这在沙漠里走了一天的路 整个人都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中船强撑了一会儿之后 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在睡梦之中 中船梦到庄睿最后听从了自己的意见 并没有对佛像采取什么行动 而自己离开大漠之后 麻生通过一些渠道 花重镜 雇佣了一批文物贩色 将这几尊大幅里的 两万多色古迹扇板 全部都运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 中船马上宣布 对敦煌文化的研究 有了重大突破 在日本乃至世界的学术界 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这让中船志得意满 婉然从一个商人 变成了敦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 男人征服了世界之后 那就是要征服女人了 功成名就的中船 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岁 在没借用蓝色小药丸的情况下 将自己那个新招来的女秘书 干得是欲险欲死 呀戏 怎么这么凉呢 正当中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的时候 忽然感觉怀里那温热柔软的胶躯 似乎变得冰冷生硬了起来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入眼处 却是见到怀里的美女 竟然变成了墙壁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中船正抱着大殿中间的佛像膝盖 使劲地在坐着腰部伸展运动呢 啊 中船在经过一分多钟的呆滞之后 嘴里爆发出如同被男人抱的菊花一般的哀号 第一反应就是 摸了摸已经是被蹭得通红的小弟弟 感觉似乎没什么大碍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很显然 中船先生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当他转过头的时候 发现身前站了整整的一排人 从庄瑞到二旦 此次进入沙漠的一个都没少 虽然中船的脸皮够厚 但是当众做出如此猥琐的举动 还是让他羞愧得无地自若 别说几个大老爷们了 就是厂内唯一的女性小蕾 看着中船那种眼神 都足以让中船恨不得挂起一阵大风 直接将大殿推倒 将自个儿埋在里面算了 对不起 我有蒙游的习惯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睡到这里来的 中船红着一张老脸 齐身对着众人鞠了一躬之后 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 虽然中船活了四十多年 睡觉都很少翻身的 但是现在似乎只有这个解释 才比较合理 中船先生 你亵渎佛祖的事情就不说了 不过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吗 庄睿并没有揪着中船刚才不雅的举动不放 而是杨内阳手中一张十六开的复印纸